最近中国的新闻网络媒体报道声称说 中国抖音上面的一些音乐舞蹈在台湾非常的火 那还说呢甚至有一段舞蹈在台湾火遍了大街小巷 那于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新闻呢被中国的政府注意到了 中国政府还特地在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面 对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还特地去回应了 那也就是怎么说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台湾人你们现在每天为什么都跳着抖音上的这些舞蹈 这充分证明了你们台湾人骨子里就是一个中国人 两岸都是中国人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一样的舞蹈 喜欢一样的流行文化元素 为什么因为你们我们都是中国人 这大概就是中国国台办官方的意思了 近日一段广西科目三的抖音神曲在导内火了 不少台湾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的视频 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胡秀柱也跟着台湾的年轻人示范跳了一段 请问发言人如何评论这种现象 我想呢这是两岸青年在网络时代独特的交流方式 大家通过交流呢完全可以达成历史共识和文化共识 这种情感的共鸣和文化共识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的内生动力 我们希望更多的台湾同胞参与到这样的交流中来 那随着这个很多中国媒体的报道 也加上中国官方都站出来回应了 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强烈的认同 大家都非常感慨 很多中国网友就认为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大家喜欢的东西 喜欢吃什么 喜欢看什么 喜欢玩什么 今天台湾人喜欢跳中国一样的抖音的舞蹈 喜欢听一样的音乐 喜欢吃一样的东西 这就说明了台湾人了 你们就是中国人 就是这种非常诡辩的逻辑 其实去年也出现了 去年我们知道 中国的网友发现台湾的地图上面 有很多的一些美食 很多美食像是什么 四川的麻辣烫 重庆的火锅 等等的这些 很多中国网友就说 你看你这下抓到铁证了 台湾人想狡辩 这下也狡辩不了了 甚至去年中国的官方政府也出来回应 像是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 华春莹去年也回应了 说台湾人的这个胃 就充分证明了台湾人他就是个中国人 这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满大街的都是台湾的珍珠奶茶 你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台湾的一部分吗 为什么中国人的胃 中国人喜欢喝什么 喝台湾的珍珠奶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的逻辑 那中国满大街的都是麦当劳 这些美国的快餐 台湾也有 你能说全世界都是美国的吗 也不行呢 当然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文化 包括美食都是非常多元化的 我想不仅有台湾本土的 还有中国的全世界的美食都有 日料也非常多 你能说台湾是日本吗 很显然不是 那这次这个新闻呢 就是在抖音上非常 一个很普通的舞蹈吧 我也不知道这个舞蹈有什么魅力所在 当然台湾应该有很多人去 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影片 但我想必应该不会像中国的新闻媒体 夸大的形容说 这个在台湾非常火 或者说火遍大街小巷 我觉得这个是不至于的 而且我觉得就算这个舞蹈啊 就算它火遍台湾的大街小巷 我觉得这个跟政治议题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就像在中国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K-pop 喜欢看韩剧 你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韩国的一部分吗 你能说这也充分印证了中国人 视觉上认同韩国 视觉统一了 认为中国就是韩国的一个部分 文化上面大家都喜欢一样的东西吗 当然这也不止中国人喜欢韩剧 K-pop 那台湾也是一样 甚至欧美国家很多都喜欢哈韩 喜欢K-pop 你能说全世界都是韩国的一部分吗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在这样的一个中国式的诡辩之下 中国外交部也站出来 回应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 那中国网友呢 也就非常的有强烈的认同感 很多网友在微博各大社群呢 都纷纷的在那边回应感慨 很多网友就说啊 国台办发言说的好 不说我还真没注意 这的确充分证明了两岸一家亲 喜欢一样的舞蹈 喜欢一样的流行文化 如同台湾人喜欢吃牛肉面一样 这些都是中餐 牛肉面是中国传统美食 去年国内新闻报道 台湾满大街的都是牛肉面 火锅 面条 几乎全是中餐 充分表明了台湾人都有一个中国味 也最爱中国味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大家都是美国人吧 大家 我觉得我在 我在去中国的时候 我经常去吃McDonalds 我经常吃KFC 经常去吃Subway 披萨 我陈老师 我到底是哪一国人呢 如果按照中国式的这种诡辩的逻辑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还有些热门的留言说啊 看来武统台湾又进了一步 不用一枪一弹 只需要几个舞蹈动作 就轻轻松松 武统台湾了 台湾文化软实力的下降 和依靠大陆文化的输出 支撑的娱乐产业表明 台湾人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大路 再等个几年 武统台湾不费吹灰之力 台湾人主动想要回家 等着印证吧 到时候等着印证吧 连你党啊 中国共产党都喊了那么多年 共产党自己都没印证 喊了70年 100年都没有印证 这个网友 你哪里来的 凭着一个舞蹈 你就说等着印证吧 还有网友留言说 看新闻才知道 我们不起眼的舞蹈 能让台湾人这么喜欢 舞蹈科目三 能够火遍台湾大街小巷 说明大陆文化的魅力 越来越明显 现在台湾年轻人 基本上每天都会接触 大陆的文化产品 总结下来就是 我们赢了 并且是没有动用武力的前提下 所以这是双赢 所以中国人每天都说自己赢了 每天什么都是双赢 这种RQ精神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 还有网友连说 我认识一些台湾网友 他们都有微信 我们都用微信联系 那不然用LINE 这个有点牵强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你认识一些台湾网友 他们都有微信 也都用微信联系你 我们知道中国是有墙的 如果不用微信联系你 难道用LINE联系你吗 难道用Facebook 用Instagram联系你吗 那怎么联系 然后他接着说 这也间接说明 大陆的社交软件在台湾越来越普及 也逐渐形成主流 之前看到微博有数据统计 平均四个台湾人就有一个用微信 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用微博 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用抖音 再来就是小红书 平均每个人都有使用小红书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你们有用小红书吗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平均每个人都会使用小红书 两岸文化的高度融合和统一 也预示着祖国未来越来越趋向统一 未来可能真的不用打仗 台湾自己就悄悄回家了 如果真的打仗 我们就直接给台湾断网 台湾人就用不了微信微博 还有小红书了 网路制裁台湾 这些都是现代化战争的一部分 不论如何 这次国内舞蹈火遍台湾 总结下来就是国台办那句话 两岸都是中国人 大家觉得这些逻辑如何 你们认不认同这种观点 就是台湾人喜欢跳中国人一样的舞蹈 我们就不论说这个舞蹈在台湾 是不是真的火遍大街小巷 我们就算它火遍了台湾大街小巷 大家如果对于一种文化的喜欢 在政治上表达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国家 这个大家觉得这种逻辑对不对 我是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 就像我在中国 那时候我虽然还是小粉红的时代 我也蛮喜欢国外的东西 像我喜欢韩国的东西 但我从来不觉得中国是韩国的一部分 那用中国式的逻辑来讲 你喜欢一个文化的产品 怎么能代表台湾就是属于你中国的一部分呢 那你目前的观众朋友 你们认为是这样的吗 如果你喜欢中国抖音上的这些舞蹈 你们认为 你是不是从内心深入有一种潜意识 你的骨子里是一个中国人 是这样吗 那另外这些舞蹈在台湾 是不是真的非常火 火遍大街小巷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还没有去台湾 大家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谢谢 拜拜